鬼哥的攝影棚 哈囉大家好我是Lian 那今天呢我特地跑到鬼哥的攝影棚 這邊拜訪他 主要是因為上次我跟教頭 還有King 我們到了那個廢棄的學校探險 那後來因為有發生了一些怪事 所以當時我就是在標題 有跟大家說 我感覺我的驅魔刀似乎好像失效了 那這件事情後來 我跟鬼哥稍微做了一個討論之後 我就想說今天就特地 把這一個驅魔刀 帶來給鬼哥幫我看一下 是不是我們當時在現場 這一隻驅魔刀已經失效了 鬼哥當時我們在那邊的時候 就你這樣子看影片 當時我們在現場這個驅魔刀 他有失效了 他沒有失效啊 只是因為那時候你們三個人同時都很害怕 那是你們心裡沒有恐懼 造成你們恐懼 那因為待會他上去的地方 是網友跟我說他在樓上有遇到一些怪事 那邊是不是剛才有聲音啊 剛才有一個很像氣聲 對啊 在那邊 有一個氣聲 如果真的失效的話 你們早就被鬼根了 因為我們在現場其實是 身體沒有感覺到不是 所以說 當時只是因為覺得後面那個人頭好像有 動了一下 所以 我們就是很緊張 趕緊拍一拍我們就趕快走 我看錯嗎 我剛剛看鏡頭 那個頭是不是有在晃 剛才那個頭是不是晃了一下 其實恐懼這種東西是會傳染的 其實恐懼這種東西是會傳染的 你知道嗎 你像 那個教頭跟你們出去的時候 還有 跟你們出去的時候 都會呈現一個比較害怕的狀態 因為他們兩個都算是新手 所以他們兩個害怕 然後恐懼 其實會互相傳染 然後在傳染當中 下一次就會覺得說 是不是失效 然後為什麼那個人頭會動 嗯 所以那 像這一把驅魔刀 你在我生日的時候送給我 那因為當時其實你也沒有特別跟我說 他有沒有什麼使用方式 就是叫我待在身上去 那 像這樣子 就是上次我們有碰過 這樣子的狀況 下次假設說 你沒有跟我們去 我們自己出去 如果帶著這個驅魔刀出去的話 他有什麼使用方式嗎 其實沒有什麼使用方式啊 他就像一個法器一樣 你只要帶在身上就好 你們那天帶他去見羊鬼人 他不是說馬上就感應到了嗎 喔對 對啊 所以你們帶著就好 除非你們遇到什麼 真的非常沒有辦法 控制的情況的時候 再拿出來 了解 不然其實就是帶在身上 就很有效了 就把他放在身上去 就把他放在身上就好 因為我那天 是有把他拿出來 我有拿出來給大家看 那像這樣子我 今天已經帶過來了 需要再另外幫他 等一下我會幫你做一下加持 既然你都懶了對不對 就幫你做一下加持 他這個會不會說 我們常常出去 都帶出去 他會吸收一些負能量 當然會啊 我們常常出入那個場所 你知道 你不管是人 還是這種東西 他都是需要進化 如果你們自己也沒有 在進化他的話 他久了就失效 不覺得奇怪 嗯 外觀看起來 大家可能會覺得 好像沒有什麼改變 但是 實際上因為他吸收 太多的負能量之後 感覺好像 就會覺得他失效了 但是有可能是因為 當時我們在現場 過度害怕 所以待會鬼哥 你就是會幫我把他 稍微做進化這樣子 你自己看嘛 你要是他失效的話 很好看 他上面的皺紋會呈現一個 很像不完全的那個狀態 上面這個 稍微檢查一下 你要是有插到啊 還是怎麼樣 那你就要拿回來給我 所以如果上面的符紋 有用到的話 就會失效 對啊 會影響啊 那這樣子等一下 你要幫我把它處理一下 那這樣子 待會我再拍給大家看 看一下鬼哥 他到底怎麼幫我去 重新處理這一把 驅魔刀 好我們現在先開始做一個 進化跟測試動作 我們先測試一下他的效用 是不是還正常 或是有失效 我們通常都會用到飲茶 用音波去測試他的磁場 看看他的磁場是不是正常 正常 正常 正常嗎 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話 他的聲音沒有辦法啟酒 他會呈現一個 阻隔的狀態 喔喔 了解 他就是普通的鐵器而已 嗯 他沒有辦法傳導能量 嗯 那正常的話 我們還是一樣做一個 進化的動作 然後再最後才是加持 嗯 一樣用薯尾草做進化 那為什麼要放一顆水晶球在這裡呢 就是看看他是不是會有不好的東西跑出來 嗯 不好的東西是磁場那些的嗎 我都叫他負能量 但是你們說他可能就是鬼魂的 或是髒東西 嗯 就像我一樣的 就像我一樣的 幾乎每一隻 法器出來的時候都要做同樣的動作 一定要經過這一個進化的步驟 進化測試 加持 然後去測試它的效用 再來是加持 加持我們使用到這個是龍鞋子 龍鞋子 它 從最早以前的巫術體系 它在裡面扮演的角色就是一個 治病或是 客血的一個生物 有興趣 自己去查 除了加龍鞋子 除了加持它的法力以外 最重要的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 在巫師使用 巫師鞋的時候 才不會去傷到自己的皮膚 所以說這種刀鋒利歸鋒利 它只要傷口一劃開 為什麼那麼快好 因為有這個動作 嗯 法力加持跟殺菌 所以絕對不會有什麼 傷口感染的危險 其實龍鞋子聞起來很像 你們那個 稻椒的香 你可以聞看看 嗯?對 很像 很像 差不多 那這個是原料 所以它那個等於是 有點像樹脂那種東西 就是燒上去讓它 它是一種很特別的樹木 它這種出來的樹脂 它是血色的 你看 有沒有 它呈現暗紅色 一般的樹脂是白色的 嗯 這種樹脂是血紅色的樹脂 它具有非常強的抗氧化效果 但是如果過度燃燒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種有害物質 好 OK 好的 現在鬼哥已經幫我把它 重新加持了 然後剛才 你說那個叫做血龍子 龍鞋子 喔龍鞋子 它的味道就是很像我們道教 在燒香拜拜那種香的味道 血香的味道 對 它剛才這樣子塗上去 會感覺上面好像真的有多了一個東西 粉末狀的東西 一層紅紅的東西 嗯 而且它真的很特別 它燒起來整個裡面是變成紅色的 嗯 對啊 鬼哥的這一個東西啊 我真的是第一次看到 這種是算什麼 音差 跟一般外面那種樂器的音差應該不一樣 差不多 喔只是形狀的差異喔 形狀不一樣 了解 這個是第一次看到 這個可以敲到看嗎 可以啊 其實這個東西也可以拿來進化 其實這個東西也可以拿來進化 欸 它的那個聲音很平 其實你這個聲音聽起來 你可能會覺得一開始很不太舒服 嗯 可是你敲三下 聽三次跟七次還有十一次的時候 會有各種不同的感覺 喔是喔 在基督教跟威卡魔法裡面 稱這種音差的聲音叫天使之音 真的蠻特別的 你們先看 很特別啊 它這種聲音聽起來那種感覺很不一樣 好像很有穿透力的那種感覺 對對對 直打腦門 其實它也是做一個 腦內進化的一個作用也是有 也是有點這樣做 嗯 了解 所以這樣子今天進化完之後 回去有什麼要特別注意的嗎 就放著就可以了 好好放著就可以了 那這樣子基本上 今天來的目的已經達成了 那也順便讓大家看了一下 鬼哥自己的獨立攝影棚 那以後要是有接觸到其他的個案要來找鬼哥幫忙的話 大概是這樣的形式 大家來到棚內 然後稍微敘述一下你們的情況 那有什麼需要鬼哥協助的地方 做一個及時的處理 大家可以訂閱鬼哥的頻道 然後鬼哥陸續也會有一些個人案例的一些 名額釋出 那就是如果你有任何疑難雜症 都可以到這個地方來尋求鬼哥的協助 然後就是一樣在這個棚內 所以如果還沒有訂閱鬼哥的人 記得要訂閱鬼哥的頻道 那大家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記得按讚分享 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 掰掰